好声音的大火让学员们也都变成了当红炸子机 再后各学员都趁热打铁增加曝光率 事业忙的是热火朝天 吴莫愁和导师于成静合作新歌 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也成为各大品牌青睐的宠儿 接连大言吉克俊也是忙着录制新专辑 就连金志文三亚完婚都成为当时最热话题 然而却唯独不见冠军梁博的消息 作为冠军梁博当时的横空出事令人咋舌 如今相比其他三人的密集曝光 梁博也太低调了吧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出了两张美国洛杉矶街头的照片 照片中正在街头表演的男子 正是上一季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 照片中梁博身穿牛仔裤黑色T恤 戴着一副黑超眼镜悠然自得的抱着吉他弹唱 据悉在他旁边与他一同弹唱的 则是美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前16项选手Neil Kate 在他面前的吉他盒里放着一些钞票貌似收获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赵先生地方是Neil Kate常年卖唱的地方 不知梁博真是街头卖一为生 还是鸡养奶奶现场评议 这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大呼 他出现了 对此网友很实体谅 这小子真心爱音乐 没半分同臭味啊 赞一下 有网友表示 梁博很低调远离娱乐圈 或者自己想要的生活相当惬意 因此现在在洛杉矶的同学们赶紧求偶遇去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